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马 小马 快醒醒 快起来 跟我去田丽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 你 小马 你走啊 离开我家 你不相信我吗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你还不快走 我 原来一直是我自作多气 再见了庄小马 再也不见你 庄小马 给我这么弃点 装箱婉是吧 我代表临时集团继承人 来解除和你的婚约 婚约 这是退婚合同 老板是不是身家百业啊 差不多啊 是不是长得特别帅 腹肌有八块 还从来没谈过恋爱 是 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只要我答应退婚 价格随我开 你老板眼睛都不带眨眼 对 只要同意退婚 价格不是问题 那这笔钱转在我卡上 我是不是还要先掏一笔手续费啊 手续费 打死你个骗子 林总 这个装相板好像不知道婚约的事 把我当成了骗子 可爷爷真会给我找麻烦 还有你浪费我时间 小马 妈 外面亲戚都来了 你该出去见见人了 快好了 那等会儿 快 快 快 我看这事也没那么难吧 林总这次亲自出 肯定能成 那个 妈跟你说个事 但是你不能生气啊 妈 你要做什么呀 是你二婶 想给你介绍个对象 来 叫什么皮特王 你二婶说了 对方是有能力的 听说这几年挣了不少钱 成熟 体贴 会疼人 绝对是一个优质呢 老头子 老头子 快来看看 妈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不要再给我安排相亲了 还好意思说 之前给你安排的 你都照接口不去 这次人家到家里来了 你就见见吧 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赵小马 你要是不去 快去 快 我就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你准备好协议 我去会会她 林总 你小心点 这村姑的厉害我见识了 又来这一趟 想断绝关系是吧 好的 阿姨 乖女儿 人家大老远赶过来了 挡着满屋子 轻轻便把她赶走 咱们庄稼 会被人暗地里戳几两骨的 妈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 如果我这次又没相同的话 你以后不要再给我介绍了 行行行 今天妈安排了你大夫人 和你小姨们给你撑场子 你找谁啊 庄小满在家吗 想起点像 在 在里面呢 是不是 长得跟大明星一样 是谁啊 是你八村的可不多见啊 我看小满还怎么挑 庄小满呢 我找庄小满 小满 小满 小满快点出来啊 这小满还挺着急 小满 小满 你怎么一个人来相亲呢 妈 你们家人呢 一个人就一个人吧 要不要先喝点水啊 这么远过来 辛苦了 你就是爷爷给我找的麻烦 他长人这样还需要相亲吗 相亲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就是我们家小满 小满 我们替你把过关了 小伙子可以 你修师二室介绍的相亲对象 是我 晓晓 这俩孩子多般配啊 可不就是嘛 快结束吧这场孤聚 明天把事定了 明天选个好日子 跟俩孩子把婚一结 明年这个时候啊 你就等着抱孙子吧 既然是相亲 能否给我们一个单独了解的机会 他想干嘛啊 走走走 咱们都出去走走 快来单独了啊 我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三观一致 你们好好聊聊 好 加油 放心吧 没什么好聊的 什么人啊 脸色说变就变 好聊 嘿 这可是我家 好戏开始了 喝水 相亲是我妈安美的 咱俩都是被迫的 坐一会儿 哪来的就回哪儿去吧 我倒是资源的 我倒是资源的 你就这么闲吗 如果可以 我们这几天就可以领证 可以 你个头儿 对 就是这个态度 问世的人总不能结婚 对我而言 跟谁结婚根本不重要 我真是开了眼 那我请问你 你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让你讨厌我 重要的是婚后 我希望你能以我为主 我主外 你主内 我这人喜欢热闹 孩子生得越多越好 但是 我不负责带你 不是 你哪儿来得自信说这个 我还没说完呢 你最好说人话 我们俩结婚以后 我去哪里 你不能管 你去哪里 见什么人 办什么事 几点回家 都必须随时向我汇报 冷静 别人了 爆发吧 礼貌 我忍不了了 我 我 我把话给你放这儿 很好 大声说出来 就算世上 只剩你一个男人 我庄小男也不会嫁给 像你这样的人 就这儿 这是你自找的 也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能听见他俩在说什么吗 听不清呀 不过看样子 俩孩子也看对眼了 你们在这儿 怕着干吗呢 小奶呢 我给他介绍的对象来了 他是相亲对象啊 他不是隔壁村那个王马子吗 什么 什么王马子 人家现在是皮特王 明明是王马子嘛 他是来相亲的 那里面那个是谁啊 里面 不过也够用了 还有脸笑 这不很简单吧 搞定 好 既然庄小姐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我可是留下证据了 那我们其妙吧你 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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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田规范 你谁啊 是不是二婶你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吗 他才是我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 二婶 二婶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什么情况 你不是来相亲的 那你是来干吗的 我 我是来找你退婚的 我 说吧 为什么报警 警官 这个人肯定是某个杀猪盘诈骗组织的小头头 他擅闯我家 还冒充别人的身份跟我相亲 诈骗可是大罪 私闯民宅也是非法行为 你好好交代 首先 他说的诈骗组织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其次 我也没有私闯他家 是他的大姑大姨们前呼后拥把我请进去的 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问他 你 当着警察的面 看你还敢撒谎 这 这话是不假 但他派人好几次找我 说要给我一笔巨额退婚费 世上哪儿有百捡便宜的好事 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你招待一下 你退婚费是个什么情况 我的爷爷 和这位庄小姐的爷爷 多年前为我们定下婚约 但是我们之间 根本不可能 我给他钱 就是为了解除这个婚约 好笑吧你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连小说都不带这么写的 但这件事情千真万确 好 知道了 这个骗子 看警察怎么揭穿你 林医院的资料查出来了 没有案底 有必要这么惊讶吗 你们俩的事确实是个误会 那婚约的事情 就明天 是 小马 让我妈听到这事 就没完没了了 看样子 你也明白这事有多麻烦 那明天 那明天 我会再来 你想清楚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爸 我问你 爷爷以前有没有给我订过什么婚约 对 是会这么回事啊 这就尴尬了 谁让你去抓娘老师的 派出所都把电话拿到我这里了 我让你好好处理婚约的事 你连我把脸都丢尽了 明天我还要跟工艺商开会 我哪有动作先工在他村里啊 公司没你也行 什么意思啊 从现在起 你已经不是临时的总经理了 协月 你这事在胡闹啊 这门婚事是我和老战友定下的 你不要觉得是儿戏 这事如果处理不好 你就永远待在大洞村吧 不就说这事没这么简单吗 你看 行李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这老爷子到底想干什么 小林 加油 看来你们早就传统好啊 你就是和我们家小满有婚约的临家后废 叔叔您好 爸 妈 咱们回家吧 回家 等一下 他不会是想要 你想多了 请问 这附近有酒店吗 最新的酒店在镇上呢 谢谢 他爸 镇上离这儿五十公里呢 你怎么不告诉他呢 我还没说完他就走了 你看这事那么多 小林 镇上离这儿太远了 还不理人 那就走好不送 你不是去酒店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你以为我想回来吗 坐不动了 你走了多久啊 都怪你 镇上离这儿五十公里你不说 你吃东西了吗 饿不饿 我不饿 我还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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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去给你弄点吃的 来 走 走走 你自己要走的 不是很厉害吗 还不理人 那也不要 这天这么晚了 你来的也比较突然 家里没准备 今天晚上你就将就一晚 啊 谢谢叔叔 来 进来吧 就当自己家啊 别客气 这是储藏室吗 爸 我帮你收拾一下先 爸 我来收拾吧 你先回去休息 那行 你帮他收拾一下啊 小林 这边需要什么就言语一声 谢谢叔叔 回去吧吧 这辈子是你家祖传的吗 这还能用 妈 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 这哪里能睡啊 怎么了 给你地方住你还嫌弃啊 那不然你去住酒店吧 这可是我爷爷的房间 你爸妈都欢迎我 你有意见啊 我就直说了 今晚好心收留你 明天一早 把你那个什么婚约一退 咱们俩两清 好 一言为定 明天一早跟我去退婚 以后我们俩 谁也不认识谁 叔叔不是因为爷爷 我才俩能理你 你干吗 了 你可没关 violence 你快会做乱的 我别人 我不是不是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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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放 那 爷爷你和这个庄稼 到底什么关系啊 非要这么折磨我吗 反正就一碗 这老爷子 天天给我出难题 这 这是在哪儿啊 想起来了 长小板 退婚 幸亏奶呢 你在逗我吗 幸亏多天先来的是小脸 你弟和你弟媳 平时明里按理欺负我 我睁只眼闭只眼就算了 但这次她欺负到小满头上来 我绝不答应 妈 爸 你们俩怎么好端端吵起来了 抓小满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你昨天让我和皮特王 丢人丢大方了 什么皮特王 他就是隔壁村王马子 一大清早的吵什么吵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倒还先找上门来了 我们小满可是高材生 你都介绍些什么东西 什么高材生 还不得回家来种地 你看人家皮特王一本正经 哪像你家闺女 交他两只船 是啊 阿姨 我可是看她二婶的面子上 她答应和小满相亲的 滚出去 贵枫 你怎么说话的 怎么 敢做 还怕让人说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就是要说 你们的好 快快快快 抓小满 你发什么疯 爷爷说了 家里要是有不干净的东西 就破草木灰 你爷爷说得对 叔叔阿姨请放心 只要小满之色就改 离开这个野男人 我爷爷继续和他 谁是野男人 你就是 我就说你呢 你就是野男人 我 相对的 哎呀 哎呀 你会谁 尝啊 快快开 我 二婶 这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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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wer orth你敢自信 我サキ 你们家这些糟心事 我看够了 什么时候跟我去退婚 小白 今天这个你看不上 明天我再给你接受 小白 妈也不是小脱衣 老了谁照顾我 烦死了 我回来可不是为了 我替你们安排我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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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对不住了 你想干吗 我答应你了 我同意跟你在一起了 不是说好今天去退 不是 你瞎解了什么呢 你在这 你发什么疯啊 我问你什么时候去退婚 我同意要跟你去退婚了 但作为今天那条件 你必须得陪我演一张戏 你以为我是演员吗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你耍什么花招 如果你不配合我 我就得一场接一场的相见 还会连累我妈在村子里 抬不起头来 这是你们家的事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儿过家家 这事本来就赖你 这事本来就赖你 要不是你冒充乡亲对象 能有今天这一出吗 你要是不答应 退婚又没叹 耍赖是吧 你 乡亲们 我跟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老庄家的正牌女婿 她叫 她叫 乡亲们 还账牌女婿 就是 连叫什么都不知道 肯定是假的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呀 算我求你了 真是被你赖上了 假的 我看你什么 林县 我叫林县 各位乡亲们 之前我和小满的事 没有告诉大家 造成了不少误会 请大家不要再给她安排相亲了 她已经名化有主了 我帮你扳回了一局 你要说都做到 别再耍赖 不着急 今天不行 还需要一点时间 你 你以为我拿你没办法了是吧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太多了 别人不会信 你不要太过分 二十 你 你看这 最多一个月 一个半月 再到家还家了 最后我就退了 妈 好 好 成交 既然要住这儿了 那就好好布置一下 等一下 嗯 我还以为要帮我呢 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丢出去 还有那些破东西 全部搬走 好 听你的 谁叫我有求于你呢 这也差不多 还有这被子 你得给我换掉 这好好的被子换什么 这可以用了呀 你自己看 这怎么用啊 你必须给我换一个 你不要得寸进尺 你换不换 知道了 还有什么 这上面这么多蜘蛛网 你看不见啊 装相般忍住 不许发火 不就是干点儿活吗 要不要 帮他一下 愣着干嘛 扶着点儿啊 你往上去一点儿啊 信不信我摔下来砸死了 踩我手了 走 走 走 不会吧 这么巧 吃女人是故意的吗 小马啊 你们需要帮忙吗 看样子不需要我帮忙 不需要 走 怎么了 别抓 你 你这儿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说到这个地方还有其他地方养吗 别抓了 你应该是过敏了 你怎么有空调啊 你那房间又没人住 我爸妈睡觉喜欢开仓 所以只有我房间有了 那你给我也装一个 你就住那么点时间 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还提要求 不是你求我住下来的吗 这不挺温柔的吗 要是说话再客气点就更好了 脱衣服 干吗 给你擦药啊 你不脱我怎么擦 刚觉得你温柔呢 就这么粗鲁 要不还是让他自己来吧 算了 我还是不涂了 我闭上眼就是 也不知道怎么搞这么教诲 碰到点灰就是啊 我沉满过敏 这个药治疗过敏还是挺有效果的 这个药治疗过敏还是挺有效果的 你告诉我在哪个位置 我帮你涂 我帮你涂 好了吗 嗯 这儿 下面一间 连Monheart 睡事儿 四十该 比意 Prop 已经好了 谢谢 还没涂完呢 莫名其妙 小满一家都在地里干活 这人是谁 鬼鬼祟祟的 先抓住再说 终于能安安静静吃个饭 哪来的 敢来我们村都吃东西 你 我饶不了你 老实点 你放手 你说谁是小偷的 敢偷袭我 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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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你放手啊 小满 小满 你们家进贼了 他刚刚还在那偷吃呢 我那是光明正大的吃 浩子 他 是我未婚夫 他 这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改天再跟你细说了 情况太复杂了 细个两个都这么粗 不许走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人看着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我看你是眼睛有问题 你们必须跟我说清楚 这事你跟他说 我哪知道怎么说 我倒要看你们怎么说 所以 你们的婚约是爷爷那位殿下的 然后你们就这么答应了 是吗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小满的初恋都还没呢 就冒出个未婚夫了 你提这个干吗 你还没谈过恋爱呢 谈恋爱有什么了不起 当然是 以此为契机认识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 看对眼了 挺能编啊 你说是不是啊 行 是 他对我一见钟情 你有点脸吧 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能让人住你家里 对吧 周小满 你不会是个恋爱脑吧 我看你这么变 跟喜欢的人当然是 有时间就腻在一起的 这你都能说得出口 行吧 一轮腻歪的 他竟然还信啊 对 诶 来 小女孩 你最重要是让我解决 看起来 这位小马追上马 来 追上来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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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去 小马炒它用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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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这不是小马炒香啊 来 把这些菜拿来回去吃 不用了 不用了 拿不下了 我拿不了了 拿了 拿了 好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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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谢谢 这装小马在村里人气这么高吗 太可怕了 得赶紧离开这个怪地方 小李 谁给你这么多东西啊 是啊 这个 刚才乡亲们给的 给这么多啊 来来来 快坐下 坐坐坐 这么多啊 拿 我拿着 好好好 好新鲜哪 快坐下吃 小李 昨晚没睡好啊 你这黑眼圈 像是被人揍了一拳似的 下来 走 你这也吃太少了吧 这都不错了 昨天不是嫌弃不微生一点没吃吗 小马 怎么说话 一日之际在于晨 早餐最好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 又清淡的食物 叔叔阿姨 今天这顿早饭 你们的卡路里超标了 你不是也要吃吗 你多吃点啊 大哥 这是茶叶蛋 你小心眼睛变成五香味儿的 还以为大赵爷肯吃饭了 林总 董事长这两天有点忙不过来了 有些事情他让你处理一下 小马 又要翻土 又要撒种的 最好呀 有人能帮你 你想让谁帮我 我现在没空 你让他们来大冬村找我 什么意思 让我去看冬活 你别看我 我不是我说的 放心吧 我陪他去 放心吧 我陪他去 好好好 快吃 突然这么好了 我主打一个陪伴 你 scene 找我 我觉得真的很严重 ..." Suzanne 武造人 确实 怎么办 我还有我的事呢 以为自己是霸道主裁啊 真熟 公司那一堆事 也不知道老爷子的身子 能不能扛得住 老爷子 我就等着你求我回去 让我在这儿办公啊 真是 您走 您看看这个项目的一样 这是我们的计划书 这又是搞哪一处啊 回头让小雪莲孙见性 打扰您 林总 听说您被停止了 我们想起来 又凭这么夸张啊 这个暂时不考虑 小满 发这把肿呢 是啊 关伯 天气好 我想着趁雨前 把肿热剥了 爸 你这样也太慢了 还是用拖拉机好 去我家 把拖拉机开来 行 爸 你看小满 他说卫文夫 整这么大场面 十有八九在装库 还有第一次进村的时候 还整压豪车 估计啊也是瑞珠子 小满不会被骗吧 你小点声 让小满听见 太丢脸了 听不见 听不见 好的 忙着呢 小林 你小满 庄小满啊 庄小满 本来找他假装未婚夫 就是为了避免被人说闲话 结果现在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方式 给你一个 毛和勇 中国烤鸡 走向世界 挺好的 把这个策划案 送到我公司一把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林总 谢谢 听不见 不想看 快点干 你们公司我知道 没兴趣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要不林总您再看 别说了 去吧 冲小满 什么时候回家啊 哎 太早了呢 这样翻太慢了 不就是翻个地嘛 有这么难吗 这么多天过去了 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处理点状况 我会尽快搞定他 那个叫庄小满的女人 和你到底什么关系 你就没有什么 想要跟我解释的吗 跟你需要解释什么 虽然我是喜欢你 但我的眼里可容不得一粒沙子 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 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的问题处理好 你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 什么意思 难道说是要搞定小满 我都要看看 这种地有多难 想要在小满面前好好表现 博脚感 不能让你得逞 看你这样 你是要帮小满种地啊 对啊 你知道怎么开始吗 来 我教你 我教你 这么简单不是有手就行 林仙 我住手 林仙 林仙 别碰我的种子 马上干完了 这个混蛋敢毁我种子 我饶不了你 你小子 这回死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又不提前跟我说呀 我好去接你呀 小满 小满 你再发什么事 小满 季文回来了 季文回来了 小满 季文 季文 小满 你有病是吧 我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酒来了 汤也来了 小满 这么丰盛 快坐 今天我们大东村三人组终于聚齐了 来 开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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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你们在这儿过家家呢 什么三人组 幼稚 季文 你这次回来待几天啊 我呢 刚刚结束了一个大项目 领导不仅给我升职 还给我放个长架 真的 那太好了 你是不是就能在家多留一段时间了 嗯 我们季文 果然在哪都很优秀 我倒是想问问 你们两个是什么情况 又来 你来编 我快编不下去了 你就 勉强 理解成一见钟情吧 我们今天不聊别的 主要就是吃吃喝喝 庆祝你回来 来 干杯 来 对对对 再干杯 来 今晚 干杯 干杯 你们当我不存在是吧 这个庄小满 我好心帮她干农活 竟然开拖拉机追过我 撒一个谎 又有无数谎来语 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 今晚能回来 真的太好了 我的二环怎么不见了 你是不是吊倒了呀 找一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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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找了 你们之后谁见到了给我就行 行 那咱们先吃饭 来 来 今晚 吃这个 谢谢 小满平日不爱生气 那片地还没有翻过你就播种 那那批种子就全废了 见 我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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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批用 最后都会有些东西 我看下来 在里面 你是不是想要 你不要走 我看下来 我看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来 你 来 靳雯 你等等 小虎托我买了一台空机净化器 我多带了台 给你 浩哥 不用了 你自己留着用就行 跟我你还可以接什么 我看你之前发的朋友圈 你那么好的办公室 也有台这个样 你还是这么的细心周到 以后谁要是当你的女朋友 可太有福气了 靳雯 你应该还没有男朋友吧 不好找呀 你也知道我的所有标准吧 我呢 就是要嫁给有钱人 我给你搬回家吧 不用 我等会自己来就行了 没事 我给你搬回去 对了 靳雯 这个 原来在你这儿啊 小满给我的 他让我转交给你 居然不吃这一套 来了 小满 小满 没事 过来玩啊 小满啊 这批玉米种子真不错 是啊 爸 看着都挺饱满的 好干了 上来了 爸 饭完这一套你就回去休息吧 交给我 我不累 今天是晒种子最后一天 可不能出岔子 来 带干了都 小满 慢点儿别搅到地上了 放心吧 妈 来 把这个推平了 好 创小满不在家 他们一家在后面晒种呢 我不是来找小满的 我是来找你的 我看你经常挠手臂 在想你是不是成满过敏 正好我多了一个空气净化器 拿给你 希望你早日适应大冬村的生活 好 谢谢 欢迎各位 来到林氏集团 我是林氏集团总经理 林献 如果您和林献在一起 我就能拥有我想要的人生了 好 他们的玉米晒种 应该没事吧 我要不要去看一下 跟我也没关系 对吧 小满 你怎么样了 小满 爸 我没事 我吃饭了 妈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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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你说 你् 中文字幕——YK 怎么样了 请问学生 已经办了住院了 没什么大碍 收拾一转就好了 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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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人 看起来冷梦 但有时候 还挺靠得住的嘛 你看起来挺柔弱的 没想到 还挺坚强 你这个人 你还加了糖啊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这小子一个人在干吗呢 不会又再搞什么破坏了 你在干吗呢 你不会是在开钩吧 停停停停停 来来来来 给我 你在那看着 前腿 弓 后腿 当 肘把竹子握紧了 心不要慌 你这个脚就这样 你怎么看 装叔跟小满呢 怎么让你来干这呀 小满生病了 好 装叔受伤了 我在他们家住着 不得干点活啊 他们生病 受伤了 那个 你知道我说的干吗 你自己别瞎搞啊 小满 小满 我进来了 我进来了 进 小满 你没事吧 听说装叔的脚也受伤了 怎么弄成这样啊 我晒肿下了大雨 不过现在都没事了 别担心 没事就好 对了 林仙这小子 平时上线沾点泥巴都前几半天 他怎么在地里开钩啊 他开钩 嗯 不行 我得去看看 这个 你躺好 你躺好 你要我躺着休息吧 我都已经教过他了 那个 我帮你加恩水吧 水壶呢 好像在林县房间 这不是我送给京王那个空气精华区吗 这种田这么麻烦 这锅药开到什么时候啊 需要帮忙吗 你穿成这样 能帮什么忙 又想刷什么花招 累不累 你也太小瞧我了 再说了 开钩这种事 一个人太辛苦 我能帮一点是一点 那你帮我看一下 我这钩开得值不值 好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上手了 不愧是你 你以前认识我吗 当然不认识 是你不认识我罢了 林总 林欣 有吵 这也要去了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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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上去 我会给你帮我 那你踩到空 我本身就有使用 这种地方 你啊 我自己会有的 你很耻辱 季婉 郝哥 你吓死我了 我刚刚去林县的房间 拿水壶的时候 看见一个空气净化器 是我送你那个吗 应该是吧 但怎么在林县那儿 我记得我给小满了 你给小满了 我就说这个小满 是个恋爱脑嘛 对林县这么好干嘛 对了 浩哥 我自己用不上 所以给小满 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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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能会介意呢 不过 靳雯 我觉得你还是得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我刚刚看到你去地里 帮林县干活了 我知道你是心好 但毕竟她是小满的未婚夫 我怕别人看到了不好 我就是去看看 那个林县靠不靠谱 然后再探探她的虚实 确实 我也觉得这个林县不太对劲 我就怕咱们小满吃亏 好 你怎么不开门啊 你怎么不开门啊 对不起 你洗吧 不打扰你 想回到过去 过去再也不过去 完了 我好像是喜欢上他了 我这腿一伤啊 老婆女儿把我捧在手心里面照顾着 瞧吧你这个样子 爸 是不是有一批话不要运回村子里吧 我现在去啊 晓菱去了 他没拉过化肥啊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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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对啊 你胜利没有绑绳子啊 翻了 给我砸了 我 我绑了呀 想好好表现一下 没想到大义了 绳子应该是松掉了 我谢你个头啊 妈 这 还有很多事给王大爷家带的 这不怎么办啊 没事没事 路上吊的咱找回来就行了 这次先饶了你 走吧 大少爷 你去去讲化肥 我自己去 你慢点儿 你慢点儿 什么 你怎么了 你怎么办啊 张小满 我怎么脑子里全是你 谢谢 林燕 我少添点柴 火太大了 你好好帮我打下手 今天调化肥的事 就不怪你了 你还跟我计较 早知道我就不去了 说你两句你还 还不饿意了 林燕 过来 干吗 过来 尝尝 怎么样 怎么样 好吃吗 怎么样 好吃吗 还行吧 你是要把我烫死吗 行 冲锅了 field 行 去吧 行 行 到了你就知道了 你可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人 小心啊 有这么神秘吗 跋山涉水的 到了 欢迎来到我的绿米基地 怎么样 这些全部都是我种的 未来呢 我要在这儿建一座鱼池 养鱼的水会通过水泵 传输到上层的蔬果区 经过植物的过滤后 水最终会再次流不到鱼池里 你的这个构想 是一个小型的生态循环系统啊 难道这些 就是你留在村子里的原因 现在这些只是个雏形罢了 这些东西 都是你一个人摸索出来的 边摸索边改进嘛 张小满 你果然很特别 对了 你千万不能跟我爸妈说 不然他们又该说我浪费时间 做不切实际的事 傻瓜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优秀 这是什么 别碰 哎呀 你 什么情况 怎么又摔了 我该怎么办 快别看了 放下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现在在想什么呢 装扫满 你看不出来吗 我喜欢上你了 回去还是洗一下吧 花房的水不太干净了 没关系的 那个 我刚刚从花房拆了一只 装小满 苏子芳 装小满 你想我没有 好好好 你怎么在这儿啊 对了 林心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学弟苏子芳 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位是你朋友吗 他 他 他是 我 装小满的未婚夫 这么主动 以前不都是我来说的吗 你领婚了 这说来话长 不是 你怎么来村子里了呀 一看就不坏好意 当然是为了见你 地理杂志这次有一个美丽相当的专题 我是专门负责这次拍摄的 那真是好事啊 那你带我去一下你们村委会呗 行 我带你去 你没变样啊 你也没变 走啊 林心 有点自作独情了呀 林心 李书记 那我带他去村里转转 急着注意安全啊 好 放心吧 好了吗 好了 走吧 出发 走 你先回去吧 哦 不就是个雪地啊 至于这么高兴吗 走 去看看 看什么 坐好了 看 那边 好美啊 还有我们这边 那边开沟里也好自发 这边是青山的理由 就是青山的理由 就是青山的理由 哇 那边特别漂亮 对 那边 好 有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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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给他们看见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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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的时候 就会一个人来这儿 你听 河流声会让我觉得特别安静 嗯 这么偏的地方 真是一点防范心都没有 哦 还有这儿 你看 这两边全部都是毛竹 毛竹 啊 毛竹四年之内只不过长到三厘米 到了第五年之后 会以每天二十厘米的速度而增长 这就叫做深耕细作赌前行 一招收获终有成 你还是跟学校那会儿一样 一点都没变 哎 子枫 你这次来得特别对 我们大东村有特别多美的风景 到时候我都带你看看 好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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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点 没事没事没事 那小子故意的吧 还好吧 我说你这故意的功夫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啊 我着急有什么用 我先看看东西吧 这是我吗 是啊 你不是我说 这个角度拍照真亏你想得出来 你也可以的 来 你也试试 我不会这个 相信我 你可以的 把手给我放开 这这这这小子他绝对故意的 要是他绝对有猫腻 你也不用这么激动吧 行 你冷静了 我去把这小子的时候可躲了 你最好说到做到 你最好说到做到 你去啊 我 你这次啊 一定要多拍一些照片 给我们大东村好好宣传宣传 嗯 小马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学弟苏子枫 原来你就是子枫啊 我经常听小马提起你 嗯 怎么回事啊 我要帮你 谢谢小马 谢谢 像小马这样单纯美丽的女孩 真好 我倒是觉得 你们俩挺合适的 是吗 子枫 你喜欢吃什么 就自己拿啊 别客气 当天见 这阿姨自己做的包子 吃了 好吃 谢谢 阿姨你做的包子真好吃 要有种自己家的感觉 这么快就来戏了 那你呀把这就当成自己的家 嗯 既然这么投缘 不如你人叔叔阿姨 做干爸干妈吧 有这个必要吗 那我就是你姐夫了 我爸妈呀 要是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 做梦都会笑死 咱们家夫人 我一个人喝了 自己喝了 不可能 给你看到我了 买了 这线钢还也不是故意的 真是马马虎虎 我带你去用凉水冲一下 走 来 去冲冲 去冲冲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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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 晓琳 没事 给 吃包子 谢谢阿姨 快吃 钟小们 她是故意的 你看不出来吗 疼吗 不疼 还好伤得不严重 不然可怎么办呀 我没事 我没事 憲哥也不是故意的 凌鲜也真是 都怪她不小心 不然可怎么办 赵小满 阿姨叫你 什么事 你自己去问她 子风 那你自己先涂一下 你可真喜欢给别人擦药啊 你这个时候 你 gusta 她滑板还留着 Cop tú 宋慈丰 宋慈丰 你马上开学了 跑哪儿去了 快回来 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我在追求我的幸福呢 太久没练我都不会了 没事 有我在 我肯定让你重新学会的 丑小板 我们什么时候去地理呀 问你们 你们 地理今天没有活了呀 那你继位了吗 我爸早上喂过了 那你继续玩吧 雷夕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 是啊 仙哥 小小板的花板就是我教的 你想不想学 不用了 没兴趣 不用了 没兴趣 怎么这么不喝去 我们继续吧 我去找你 好 上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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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我滑宝了没 你看见我滑宝了没 没看见 奇怪了 临线呢 他呀 出去了 他说到小麦部找江浩了 那我去看看 去吧 注意安全啊 我就不信 我还学不会了 不就是画画板吗 谁还不会啊 喂 猴子 你先去那儿了吗 他没在小麦部 好 千万别看到我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糟了 来 临线 什么情况 我的滑板 好 来 我扶你起来 来 我扶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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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该走了 好了 可以出发了 你起来 我扶你起来吗 我扶你起来 坐吧 你起来 我们的真是 往后一点点 对 好 别动了 能请你帮个忙吗 你要干吗 我可以帮你了 不用 浩哥 你今天也是我的模特儿 这次出来 我们就带摄影助理 没事 如果相哥不想帮忙还也可以 大不了我多待几天 是吧 林仙 你快帮他一下 你最好拍完赶紧走 生气了吧 这才刚开始 说吧 怎么办 待在这儿别动 保持画面的 赶紧 就这 相机对于摄影师来说 比生命还要重要 你帮我看好点啊 有东西 稍等 什么东西 你别动 装会滑 好 可以了 别动 我来了 好 好 来 我们摆一下姿势 林仙 这你都能忍啊 我都快看不下去了 这又什么呀 子风也是为了摄影 再调什么 这再怎么说 人家小满现在也是 有威风夫的人 这个苏子风也不顾计 这些 苏子风 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好好拍了 拍摄还没开始呢 你干嘛呀 林仙 你干嘛 放开 我不放 放开 你先放 你怎么放手 小满 小满 你也是的人 你都是有威风夫的人了 你也不注意这点 说什么呢 小满和子风 就只是好朋友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是啊 仙哥 你是不会了 你自己心里明白 快 子风他宣传照 对大东村来说是件好事 你就不能跟他保持点距离啊 你要是在这儿 就先回去吧 你是想把我气死吗 来 继续吧 按照刚才那个姿势 好 好 别动 可以往侧面一点点 来 笑一笑 来 江浩 你那手能够自然一点啊 你学学小满 学小满 学小满 快点哈 老了 来了 三 二 一 再来两招子 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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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一张啊 拍完就成功了 三 三 二 一 爬 你爬完了没有 不是你催什么催 你看不见吗 滚 滚 滚 杉哥 拉我杉哥 杉哥 杉哥 你刚刚不是说 相机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 快 快 袋子要断了啊 你自己考虑一下 来 没事 你快下面救他呀 我不会游泳 我 我 给我啊 给我啊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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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去哪啊 哎呀 显着胡闹 演杂了吧 别装了 有这么冷吗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真幼稚 但你也不能害我呀 难道是我推你下去的吗 来 喝点热水 拿拿啊 怕 好 但是你明明可以拉住我的呀 我当时是可以拉住你 但在那一瞬间 我突然想起你说过 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 相机比他的命还要重要 这是不是你说的 林线 少说两句 我救了比你命还重要的东西 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我 想到你看着我一个病人 林线 你能不能不要再刺激他了 子凤都着凉了 你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不行 这是我的床 你就不能让他一天吧 我 小白 我有点头疼 要不就先让他铺子一下吧 好 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快走 快走 走吧 四个人 车上门 你去干吗 你去干吗 子凤今天受凉了 我去帮他把衣服洗了 他自己又不是没张手 人家都虚弱成那样了 我帮他洗衣服怎么了 我看你是真没脑子 随便你 眼前这幅画面 真是让人身心疏伤啊 说吧 你来大东村 目的究竟是什么 你应该知道啊 小白 还是我来洗吧 小白 你别过来 你快回去休息吧 没事 我来 汤来喽 来 菜齐了 好热啊 来来来来 子凤 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 这顿算是你的庆功宴了啊 好 放开了吃 来 来 快走 浩子进去 那我们开动吧 小白 你做得好好吃 你就多吃点啊 嗯 这个好吃 这是你最爱吃的 我专门给你炒的 来 多吃点 谢谢 憲哥 跳十啊 还不是想留给你吃啊 毕竟明天回市里了 就吃不到小白做的菜了 你多吃点 不然你划划板没力气 我谢谢你 当我傻呀我划回去 要不我们一起举杯 玉柱子风 摄影作品再得奖 再得奖 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 先给酒量事实不行啊 这酒很烈的 别名叫 三杯土蒸盐 酒量不好的人 可不要喝多啊 好好吃啊 姐妹 这个给你做的 嗯 还吃点 哎 油油油油油 你等我一会儿 你们慢点好好一定得等我回来 酒量不好的人 悠着点 子风 你悠着点 你忘了吗 小满 我是心里的千杯不醉呀 倒是憲哥 也不知道这酒量还行不行 今天都是自己人 要不别品酒了吧 说着 他们这什么情况 你们不能再喝了 说了不能再喝了 说了不能再喝了 丽莹 没事啊 来 丽莹 丽莹 真有你呢 丽莹 你会的可真多 丽莹 小心小心 慢点啊 可以吗 可以 不能喝酒 不能喝酒 别喝 喝那么多干嘛呀 来 来 这边 慢点 都说了这酒不能乱喝 醉成这样多难受 来 看着 丽莹 丽莹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子枫你明天还不是要走吗 你明天能来送我吗 好啊 明天几点 好 庄小满 我们演戏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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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说什么 我已经分不清楚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我 好啊 我 我 今晚 快来 你能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今晚我能不说吗 那我来说说我的心事吧 小白 你记得吗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记得 你之前跟我说过 你还说你想为她变得优秀 然后为她留在城里 对 她家世好 长相好 能力好 一切都很完美 除了身边总是围着很多的女人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她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但我还是努力地留在城里 我想再靠近她一点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你快说吧 谁啊 是林宪 林宪 带着我这次回来 我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 特别地快乐 开心 所以我是真心地祝福你们 小白 我希望你好 静雯 其实我和林宪之间就是假的 我是为了不再被相亲烦扰我 我才让她假扮我未婚夫的 原来是这样 小白 我之前一直很担心 你和林宪在一起会受到伤害 你们没有在一起太好了 为什么这么觉得 小白 你从小就在大东村长大 但林宪不一样 她不属于这儿 你们两个注定是不同世界的人 林宪不一样 你怎么还没走 林宪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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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有关系吗 我不走了 你有那么爱种地吗 别装了 这儿没人 我知道你跟小满假扮情侣的事了 谁告诉你的 陈静雯果然没骗我 原来你们真在假扮情侣 我跟小满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看不出来吗 我从大下去开始喜欢小满 你别想歇唬我 喜欢一个人 实际也很重要 我不会放弃的 我回来了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杂草多吗 杂草倒不多 不过看起来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出床了 杂草先不着急 他怎么了 大黄 过来 这几天也没发生什么事了 小满他怎么了 这女人 没完了是吗 这有椅子 你自己坐会儿 等一下 昨天小满跟我说 你和他之间的一切都是假的 对吗 他真这么说 难道 难道 一直都是我想太多了吗 林线 你可能不知道 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吧 不可能 我不属于这里 不可能 果然 跟静雯说的一样 不是说不着急出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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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一直躲着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提醒你 我会不会 不要忘记和我的约定 难道那天 陈静雯说的是真的 我记得 不需要你提醒 答应别人的事情我不会实验 我会继续好好假装你未婚夫的 如果 我必须非常的急 都不会 原来这些日子 你那些关系 都是装的 没错 你演得那么逼真 我都是跟你学的 好 那你以后不用装了 你什么意思 有些话一旦说出口 可就不能收回来 你以为 我想说伤害你的话吗 小满 小满 妈 小满 不好了 小满 小满 怎么了 家里大伙偷了腊肉 往山里跑了 我睡了半天 不见了 不着急 妈 我去找啊 给 休息你拿着 她一个人没问题吗 小满 你也赶快去 快去啊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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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大黄呀 王大人跑了 我 师姐啊 我 师姐啊 你有没有看到 这么大一条红色的狗 没开的 没开的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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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f 护 开 萲的时候 有غoblem 小满 敲啊 大黄 因为 我来 fic瘦讪 伴到了 原来大黄叔没有就这只小狗才乱跑的 你好 大黄的绳子被缠住了 马上天黑了 我们先去花房那歇会儿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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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庄小板摘个野菜摘这么久 还不回来 好饿 这应该熟了吧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还挺好吃 好好吃 还挺好吃的 好了 我是个人 我还是要可以吃 是个新鲜 雷姓 雷姓 醒醒醒 你怎么了 怎么像是喝醉了 怎么就剩这几个了 喂 醒一醒 你 你是不是出了美叔叔的峻姑啊 峻姑汤很好喝 连汤你都喝了 小马 你的脸好软啊 笨蛋 吃这些没煮熟的蘑菇会中毒啊 喂 喂 乖 我问你啊 你吃了几个 我吃了 你猜 我问你呢 你到底吃了几个峻姑 一 二 三 四 五个 还好 虽然不要 我看虎姑 明天早上可能清醒 嗯 我扶你进去吧 来 外面呢 我扶你进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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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你真好看啊 啊 你真好看啊 我好难受啊 你哪难受啊 我看到你跟苏子峰在一起难受 你躲着我 我也难受 你躲着我 我也难受 我觉得我们之间 不是假的啊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 啊 我还害怕 靠得太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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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回到过去 过去 过去再也不过去 我已经 习惯了你 我已经 习惯了你 如果刚才的你是清醒的 如果刚才的你是清醒的 就好了 我怎么睡这儿了 好 你昨晚吃了没煮熟的蘑菇 你还记得 昨晚的事情吗 昨晚 怎么不接呀 说话 这么久没音讯 我得确保你还活着 那你现在确认了 我挂了 等一下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你会不会喜欢上那个女人 委坏我们之间的约定 我喜欢她 但她 不过我想 像你这样的人 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 像你这样的人 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 昨天晚上的事 我想起来了 这一路都不说话 她在想什么呢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是不是 该主动点 她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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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我没想到她 她 idea 她把她在想什麼 她搞 tan 我去她 她要去打她 那我把她就想把她建议她 她在想什么 你和林宪昨天到底怎么了 想起你 温暖我的心底 忘记全身 是大黄昨天不见了 我们找到它的时候 发现旁边有一只受伤的小狗 天色晚了 我们就就地取材做了吃的 结果林宪它食物中毒了 食物中毒 严重吗 没事 还好吃得不多 真没事就行 那还是有点事的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来 子枫 喝碗汤 谢谢阿姨 小满做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 那你多喝几碗呗 别撑着了 是啊 宣传照业已经排完了 你多喝点 明天好上路 你可闭嘴吧你 子枫 你喜欢就多喝一点 别客气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 怎么了 我今天早上打照片的时候 才发现相机坏了 鬼才信你 去 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了 不会吧 那可是你辛辛苦苦拍的呀 那 那现在怎么办 那只能重新拍摄了 有些人啊 就是不想走 还有多久啊 那说不好 那相机坏了 那寄回去怎么着都得没休几天 哎呀 子枫作为摄影师 肯定也不想这样的对吧 没事没事 不行啊 让子枫多住几天 再拍一遍 好 子枫 你别有心理压力 我们一起解决 那 重拍的这几天 我能住在你们家吗 晓曼 原来打的是这个散发 那个 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凭什么她能住 我不能住啊 那不一样啊 那小林硕未来女婿 她不住这 能住哪儿 反正就几天 要不林先生跟子枫集血 你说得到轻巧 你怎么不跟她集一集啊 那怎么行 静雯可是一个人住 那要不然 你跟我集一集吧 我谢谢你 小麦不那么小 怎么集两个人啊 哎呀 行了行了 就住我家吧 成了 漂亮 林健 你跟子枫集一集 那集一集就集一集吧 我去收拾东西了啊 哎 哎 你吃点啊 这家伙 怎么没完没了的 嗨 哎 住得挺不错的呗 带着呢 练着呢 我这一来 你是不是挺慌张的 故作镇定 跟你说话呢 真是盲目自信 真是盲目自信 慌张 那倒没有 只有嫌弃 你不觉得 我这么住下去的话 会完全把你娶而代之吗 你做梦吗 你做梦吗 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她吧 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 林健 我敢保证 我比你真心 你这是幼稚 不是 不如你主动放弃吧 你觉得呢 你要干吗 你干吗呀 你 说不过我 动手失败 你已经输了 子枫 你真的相信 昨天晚上 林健和小白 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我觉得林线最大的优势 就是进水楼台 如果你明天真的走了 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追求小白了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觉得你得跟林线一样 住进小白家 我也想啊 但是他们家 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那有没有多余的房间 首先取决于你能不能留下来 陈静雯 陈静雯 成不棄我 万事俱备 只等小满 好 爸 妈 你们搞这个干吗 这谁啊 不知道 这是 子枫 你怎么在这呢 对啊 林仙她把我赶出来了 小林 不会吧 她那个房间那么小 这两个人肯定是挤了点 不行不行 你不能住在这 这帐篷落风你会感冒的 没事 叔叔阿姨 小婉 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不用管我 我将住机晚上就行 晚安 这 子枫好歹也是客人 你怎么能这样 给我奋了你一下 今天先挤一挤 将就一下 其他的明年再说 你也就骗骗小满 林仙 大半月的不许再闹了 你赢了 承让 睡着了都不想听 睡着了都不想听 这种小满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啊 我要疯了 这种小满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啊 我要疯了 我要疯了 你干吗呀 这么晚了 你过来 听听怎么睡 这么可怕 这 这 的确没法睡 是你同意他住进来的 你得负责 怎么负责 你得负责 你说怎么办吧 那个 我房间只有一床床 那你就陪我干坐着 我睡不着 你也别想睡 怎么不讲道理啊 就这样干坐着 那你还想干吗 我想睡觉啊 我的意思是 要不要弄一些 吃的 喝的 聊聊天什么的 没心情 你明天就把苏子枫 给我赶出去 这不好吧 人家这次 专门来大东村拍摄的 那以后 他一把我吵醒 我就来你房间找你 大家都别睡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 我想想办法啊 先 先睡会儿 我想一想 我想 我先 想一想 怎么办呢 想想 你是在梦里想吗 你想到没 朝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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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这么快 真是会耍赖啊 你睡觉也不老实啊 你睡觉也不老实啊 少散 放开我 就 放开我 要不要 请你 過去 睡着了还这么大力气 算了 先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呢 人呢 他不在 我终于可以把他登上床了 你怎么在我床上 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在我床上 你自己好好想想 这下说不清吗 这下说不清吗 我先起来了 你再睡会儿 被你妈看到不好 你为什么从小满的房间里出来 这还得感谢你 昨天把我给赶了出来 你昨天睡在小满的房间 你俩不会 你 你俩干嘛了昨天 告诉我你干嘛了昨天 小满 跟我去 阻止方先生在吗 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快递 谢谢 相机 我没买呀 看得真不错 你相机不是坏了吗 这是我赞助给你的 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说送就送啊 现在有了机器 可以开始拍摄了吧 拍不了 这天气太阴暗了 光不好 拍不了 这光怎么就不好了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你是外行不懂里面的门道 这看着好像差不多吧 但其实天差底 这会大大影响我拍摄的质感 那你说什么时候能拍 得看天气的造花了 但是好的天气难得一遇 我看你啊 就是想赖在大东村不走了 室友怎么样 你 好美啊 这里 这边 到了 雷线 子枫说她马上要离开大东村了 想要找点灵感 我就带她来这里了 心魂不散 小满 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吗 对啊 这些全部都是 最近都是零线 帮着我一起打理的 以后我也可以帮你一起打理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不是说好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吗 怎么谁都能来 人家就是想找点灵感 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呀 好了 好了 回去干活了 走 来 你稍微笑一笑 你稍微笑一笑 干活有什么好拍的 小满 嗯 你看我这样浇水够吗 我看看 再来点吧 再来点就差不多够了 好 你干嘛 你干嘛呀 你不帮忙别在这儿捣乱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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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帮忙别在这儿捣乱也更多口 你不帮忙 你不帮忙 还嘴南俩 你要做一叁的 那我达楼子 哪儿 你不帮忙 你不帮忙 啊 你看不出来吗 那小满 你跟我去吧 好 没事 走吧 不就是拉化肥吗 小意思 快点 小心你的手啊 这么大块头啊 这么没用 慢点啊 你别小瞧人 快点 慢点 慢点 大摄影师 干不了你 这些粗活儿 就别干了吧 小意思 稳住点啊 别动 坐好 你让我开会儿 你就一个 查到素素福的来头了 说 他确实是年少成名的天才摄影师 他与庄小满 在大学期间 俩人关系非常好 很多人都以为 他们俩人是情侣关系 那到底是不是 没有当事人官宣 无法确认 对了 苏子枫拿了巴黎艺术学院的提供 但是他还没有确认要不要去 好 我知道了 今天晚上我会死死盯着你 你绝对别想跑到隔壁风间去 那你可要盯好了 你一睡着 就打呼噜 你一打呼噜我就睡不着 我就 打住 打住 这样好吧 只要我一打呼噜 你就踹 行吗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可别后悔 可以 这是你自找的 你还真喘呀 没完了是吧 今天晚上我不睡了 我死死盯着你 在哪儿 就在那个进门书桌旁边 第二个抽屉 人哪 找到了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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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干嘛去了 你觉得呢 有 TVs でые aren't you your neighbors 林显 你挂我电话什么意思 你好事就说 有事就说 有事就说 所以 뻗了 車窗的 林总 你押的项目材料 现在的乡村振兴政策非常好 我们的新项目啊 在资本市场很受欢迎 爷爷 你把我留在大东村 就是让我自己发现这一点吧 您这是有远见 这个项目 可能是解决我们集团 这次危机的关键 尽快推进 好 林总 你还要在大东村待多久啊 董事长那边快扛不住了 现在业内已经开始传言说你们林氏不行了 你们的股票也跌得很厉害 你再不抓紧时间 我也帮不了你 好啊 那我们的约定取消吧 你可要想清楚 拒绝了我 你们林氏一定会完蛋 又干嘛呢 灰灰灰灰的 你搞清楚 这里是我的房间 你才搞清楚 这里是庄小满的家 你还不是男主人 是不是你说的算吗 你我说的都不算 要庄小满说的才算 林氏 快下来帮忙 你们两个在干嘛 我只需要一只 就它了 这只适合做白斩鸡 没用的东西 没用的东西 看起来好棒啊 来 帮走吧 还要往里面加什么调料吗 只需要用刀把它切成块 记住 别切太大块 好 用刀 切块 简单 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盘子 你完了 你完了 保不了你了 真香啊 小满 做什么好吃的呢 小满 你怎么这么马虎 谁叫你切鸡 直接放盘子上切 你看把盘子给我切的 阿姨 是我 对不起 是小林 没事没事 以后小心点 妈 是不是你最爱的盘子吗 不就一个盘子吗 咱家盘子多得是 不知道 我还以为他是你亲儿子呢 你看这孩子说的 你去跟儿子 不是都一样吗 看这火还没关呢 算你幸运 算你幸运 重新撞 好 子枫 进展顺利吗 怎么 想放弃了 我心里没点 也不知道小满对我什么感觉 其实你和小满认识的时间 比离线早 按道理来说 你们的感情基础更好才对 你说 如果我跟小满表白的话 她会答应我吗 我只知道 如果你说的话 就还有机会 但如果你不说 小满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你的心意 你说得对 让我好好想想 看来苏子枫 并不能阻止小满喜欢上林仙 我也不知道 那还是从小满 这个麻烦 你现在这么对我 就不怕林氏会完蛋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路遥想得到的东西 就没有得不到的 你考虑清楚 如果你毁约 林氏一定会破产 原来林氏已经不朽了 那小满 小满 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每天在你面前上钻下跳的 你好像根本就看不见 我路遥想得到的东西 就没有得不到的 路遥 这个路遥该不会是 你就没有什么 想要跟我解释的吗 跟你要解释什么 虽然我们路家很看重你 但我的眼里 可容不得一粒沙子 这是我的事情 不需要你来提醒 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的问题 处理好 你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 我看你 原来林氏早就不行了呀 静雯 你叫我给你带的衣服 谢谢浩哥 你不打开看看吗 这个是杂质款 我买房款就只是买个款式而已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订的 有没有看出什么来 现在的房款做得越来越精细了 老板 来了 来了 那我先去忙了啊 去吧 去吧 我走了啊 来了 来了 喂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昨天有没有一位男士 在你们这儿买了一条 五千八百元的女士长裙 稍等 我帮你查询一下 好的 是的 是有一位姓姜的先生 在一个月前预订的 谢谢 林总 小夕 我应该怎么知道一个女生的 戒指尺寸 林总 我问一下 你要准备干什么呀 我认为有什么人 云生的地方 学学的时候 我学的时候 你学中国的学校 你学的时候 我学校的学校 学校年 一学校的学校 士高学校 你 你在干吗 我忘了 借滑板玩一下 滑了 你睡 慢点 借滑 借滑 这个 赶紧 黄山旅游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我网上参加问账答题中奖了 白送的 你去玩吧 昊哥 你可以自己去啊 爬爬山 放松放松 我这不是有个小卖铺离不开身吗 这个笨蛋 想约我 你要说出来啊 这个圈是一人一层房的 你也可以跟朋友去玩 或许我以前是错的 我应该给昊哥一个机会 那 要不我俩一块儿去 这 真的吗 还是说 你的小卖不免你不行啊 不是 不是 那个 你等着我 我 我现在就去消失行李 你等着我 你等着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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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儿干嘛呀 小卖 其实有些话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你说 怎么这么严肃啊 小卖 小卖 我喜欢你 小卖 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啊 你是我最亲近的学弟 我不想以学弟的身份喜欢你 可以吗 你别开玩笑了 你别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你别开玩笑了 你别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人家这种不一样 就是喜欢 子方 我不想伤害你 但是我也不想骗你 你在我心里 其实一直都是弟弟 你是不是喜欢赵烈杰啊 可是你们一开始就是假的呀 我怕他 我不怕 小满 你 我不是 子方 对不起啊 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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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曼曼 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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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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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曼 小曼曼 小曼曼曼 小曼曼曼 小曼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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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门吧 进门 这里好漂亮啊 我给你们带了一件小菜还有好酒 林鑫 你过来呀 好 好 林鑫 对小马好一点 至于之前我跟你说过那些话 你就当都没有听到 反正现在呢 我已经放下了 所以你们要幸福 什么话 什么放下 你们在说什么呀 没什么啦 总之呢 之后大东村三人组 就要变成大东村四人组 干杯 来 为我们的大东村四人组 干杯 干杯 来 吃饭 来 林鑫 我不能喝啊 明天你就要跟小满求婚了 今天喝酒要尽兴 来 好 没酒了 不喝了 不喝了 我们下山吧 林鑫 这酒量也太差了 一会儿喝多了发疯 我可看不懂 静雯 你 对不起 我要喝多了 静雯 静雯 那个 林鑫 静雯 我先送静雯回去 一会儿你完事了也赶紧回去吧 你们回吧 静雯 慢点 快点 快 小心 你 静雯 肖瀉 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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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林仙 我不管你和路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我绝不允许你把小满牵扯进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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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晚怎么都没回去啊 小满刚刚电话都打我这来了 昨晚有点喝多了 到现在头还有点晕 我刚刚跟小满说 你昨晚喝多了睡我家了 不过这时候我瞒不久啊 你赶紧回去吧 嗯 行 你帮我把这里看一下 头疼死了 你这酒量也太差了 我以后都不敢跟你喝了 赶紧回去 走 走 静雯 快来 一起吃点 李宗盛呢 他 他昨天晚上不是和江浩一起喝酒了吗 真是的 喝多了 住江浩家了 真是的 他昨晚是喝多了 不过不再叫浩家了 那他在哪儿啊 在画房 新闻 你 你怎么知道 你昨天晚上不是一直想知道 到底谁跟我在一起呢 这 你 你们两个 对不起 小满 我该相信她的话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林仙人呢 我要见她 这两天跟我在一起的人就是林仙 怎么回事呀 静雯 我一直把你当亲女儿一样对待 你怎么能和林仙做出这种伤害小满的事呢 林仙这两天早出晚归 原来是跟你在一起 你们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开始了 小满 阿姨 我早就想跟你们说这件事情 我不相信 对不起 对不起 但是静雯没有骗我的理由啊 你走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小满 以后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 走 天悦 林仙 你还用脸回来 小满 怎么啦 小满 怎么了 你说 我要退婚 小满 你在说什么 李仙 我和你装束 对你像亲儿子一样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你自己看 小满 这不是真的 这照片 林仙 我把我俩的照片给小满看了 我觉得不能再隐瞒我们的关系 你在说什么鬼话 林仙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今天必须跟我及时进口 小满 你别碰我 你走啊 离开我家 你不相信我吗 你真是相信我会做出这种事情吗 千万都有证据 我不可能这么没有底线地相信你 说什么 大声 他就恶心 你别担心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什么事啊 我自己看 你自己看 我自己看 我自己看 你还自己看 陈静雯 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拍的这个照片 你要为你做过的事 说过的话付出代价 陈静雯 你还嫌不给我丢人吗 赶快给我回去 小满 原来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种人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小满 你 你还不快走 原来一直以来 是我自作多情 再见了卓小白 再也不见 哎 你 小曼 小曼 快醒醒 小猪猪 别睡了 别睡 小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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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你不止我上班 你给我中气一点 好 林总 丰盛说要求太严苛了 生态农业就是项目嵌套的概念 认为您对生态球模型太矫真了 丰盛这种老牌农企 说这话是想在自己招牌吗 这个项目是他们的小余总在接受 他坚持新型元素不要占主导 你一个九八五毕业的大学生 不待在城里发展 回来就是因为这个吗 我只是喜欢种地而已 那就让风盛换人接受 我这个项目的核心是乡村振兴 林总 这可能就博了小余总的面子 而且董事长那边也不好交代 你在教我做事吗 没有 我现在就学谈 还有 去调陈静雯的简历 好 让人事主管提醒各位列头 将他拉入行业黑名单 容易 那在整个海市 他可能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了 他应该感谢我 没有直接发律师函告他诽谤 小满 你休息一会儿吧 小满 你这样会把自己累垮的 小满 小满 不是我要帮静雯和林线说话 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 林线明明就想要和你求婚了 都是骗子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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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他这一阵子 没日没夜地干活 我都快担心死了 你说这孩子 小满回来了 小满 小满 爸 妈 小满 菜回来啊 累坏了吧 来来来 给你发 来 给我 快快快吃饭 来 来 坐下 好香啊 妈 吃饭 吃饭 给你盛碗汤 好吃点啊 来 给他加点鸡蛋 来 好吃吗 你俩也吃呀 别光看我 我跟你爸已经吃过了 对 我吃过了 吃着多吃点 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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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点啊 小满 你这个样子可不对劲啊 我没事啊 我没事啊 妈 你俩别担心 小满啊 前几天闹的那一出啊 知道你怕我们担心 不过 小满 你要是难受 就哭出来 是 哭出来就没事了 是 千万别憋着啊 爸 妈 我真没事 你吃饭 就让安安静静吃个饭 小满 你 她爸 让孩子吃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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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儿 你来 来了 Alternят 再来往啊 人家就走了 静雯 等一下 怎么了 你就是这么走了 昊哥 我赶时间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跟林宪根本没什么吧 你拆散她跟小满 你有什么好处吗 怎么没好处呢 小满离开林宪那样的男人不对吗 你这么做 你有考虑过小满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不要自作多情了 什么大洞村三人做 我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 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这个大洞村 他再也困不住我了 听我了 你变了 你变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没关系 我不在乎你的评价 你说我没有你想不那么简单 说我没有你想不那么简单 我现在也不想看见你 李总 我现在也不想看见你 这儿 这儿 你不愿 也太让我失望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这是我的选择 近日午后 将会有暴雨 部分山区扮有泥水流 踏方风险 出行请注意安全 请注意安全 您应该把的硬度暂时已达接通 你好 我是陆明资本人士专员 您是哪位 喂 你好 我叫陈静雯 我想确认一下我的入职时间 陈静雯女士 我们陆明资本 没有收到关于你的任何入职信息 没有 喂 喂 难道是这个陆阳耍我 浩子 怎么样 什么 联系到警官了吗 电台里说 有暴风雨雨泥水流 进入的电话又一直打不通 我担心她 你再打一个试试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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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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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们去找她 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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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嘛 这里 出了消货 对 河边 立文 对对对 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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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错了 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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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子 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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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觉得 哪里不舒服啊 浩哥 小白 小白 我在 你别动 别动 躺着 你先躺着 浩子 你摇一摇 慢点 慢点 小白 我对不起你 我和林轩 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是陆明资本的钱金陆瑶收买了吗 他给了我五百万 还说 会让我做项目部的总监 又一次 我接到了陆瑶 打给林轩的电话 我以为林轩他骗你 所以那天趁着他醉酒分水 我偷偷溜进去拍了那些照片 其实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靳雯 你真的太糊涂了 你 怎么呢 林轩集团 出现了很严重的财务问题 林轩来找你退婚之前 去过河路邀约号 往家企业进行联姻 这样 陆明资本 就会帮助林轩度过危机 林轩无危机 他们的资金链 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我 不要知道林轩要向你求婚 所以让我想办法破坏 你们俩是我猜的大冬村 唯一的温暖 我想守护 但是我用错了方法 所以 所以 林轩那天跟我求婚是真的 是啊 林轩和我之前一直在准备 她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小马 小马 我现在知道了 你现在是真的爱你 她向你求婚 她 只有我以为这凌世要破绽了 林轩为了我 已经做好了失去一切的准备 我却不相信她 我 林轩 我叫林轩 请大家不要再给她安排相亲了 她已经名画有处了 林 林 林轩 她对我一见钟情 你还加了她啊 我 庄小满的位婚夫 我 忽然间 会想起 赋面暖风轻轻 我未许 想起你 温暖我的心底 忘记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你 如果小本知道 你为了向她求婚 准备了这么多 她肯定会答应你的 一定会的 你在一起 我遇见你 不只是心里 不愿藏在我心底 又还何靠得太近 想回到过去 过去再也不过去 我已经 习惯了和你 你不相信我吗 你走了 避开我的 好想唱首歌给你听 随意你和我的旋律 最美的回忆 都和你在一起 我遇见你 我只是幸运 我只是幸运 不愿藏在我心底 又害怕靠得太近 想回到过去 过去再也不过去 过去再也不过去 我已经 习惯了和你 我已经 习惯了和你 你好 你这边请问找谁 我想找一下林谢 请问您这边有预约吗 没有 林总 那个 那个 林总 说 钟晓满来了 当时不相信我 现在又跑过来 把我当什么了 没空 好 我这就去转发现在 没空 现在林总没空 没空 嗯 现在肯定还在生我的气 那我在这儿先等一下他吧 嗯 嗯 林总 钟晓满说要一直等 他愿意等 就让他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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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很好 好 好 以下是具体调研数据 请大家看大屏幕 张燕姐 我代表林氏集团的林总 来解除合理的集团 喂 请问林总 他说的是你吗 天官是真的吗 林氏是否真的涉嫌诈骗 他说的是你吗 他说的是我 他说的是我 还要是你吗 这一项链事就能丢大了 这一项链链我卡上 我是不是还要先掏一笔手续费啊 呃 手续费 林总 这是之前去大东村时 给您看的那个视频 我忘记删除了 刚才给放错了 你的失误给公司的形象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你自己说怎么办 林总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 我一定 去财务那儿结算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林总 林倩 董事长 你整天开出这个开出那个的 什么臭毛病 爷爷 不用再说了 今天法副会上这么一闹 大家都知道你和小满的婚约 这件事你的处理不好 影响了我和庄家的交情 我这个爷爷 你不用认了 好 林倩 你这董事长 你昨天碰到庄像板 在这儿等得很晚 你说有个农业项目 只好没有人跟进 你就安排他负责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就 这 这 爷爷让我把之前做的信息 农业方案也带过来了 别以为你能拿爷爷来药 你分到哪个部门啊 生态农业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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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找找去 林总 这怎么回事 这是老董事长安排的 特意把庄小姐的工位 安排在她自己办公室 这老爷子又在搞什么鬼 来 生态农业发展部 生态农业发展部在这儿啊 林总 这个部门 估计是老董事长新成立的 爷爷 小曼 你怎么来这里了 之前的一切 都是我错怪零线了 我想挽回她 但林线 现在根本不肯接我 爷爷问你 你心里 还有林线吗 我知道了 林市那个农业项目 我找到合适的负责人了 要不 我把庄小姐的工位 从老董事长办公室挪出去 不必了 既然是工作安排 不用刻意回避 好 庄小姐 你的办公局在这儿 人死了 那我 我不能去 那我 那你 是 你 你 他 我 你 你 你 如果我 对不起 我当时真 工作时间 不谈私事 这下该怎么办呢 把你的方案拿过来 几天不见了 更帅了 别靠我这么近 别靠我这么近 这是什么 别碰 你 雲仙 雲仙 对 项目书大体还可以 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部分需要梳理 这一块 还有这一块 都需要细化 同时还需要补充落地数据 我已做了一本计划书 可以和你这个融合在一起 这个方案 我会和你一起做 好呀 这一块 这一块儿 这个地方的数据 都要补充完整 一定要详细一点 这块可以删除 这里 多补充一点 有没有 雲仙 其实我 这些天 我特别想你 特别想你 你就是庄小满 你是 是 我是零仙的未婚妻 是未来零世的女主人 零仙 她说的是真的吗 零仙 你自己告诉她 是真的 我和路遥 很快就要订婚了 小夕 小夕 庄小姐 庄小姐 你等一下 我去给你找点资料 你先了解一下公司 我去给你找点资料 就去 你为什么让那个女人进零世 庄小满是爷爷故人的孙女 这是爷爷的安排 如果你怕林董事长怪罪你 好 我愿意当这个坏人 我告诉过你 我的眼里可容不了一粒沙子 我会让他知难而退 好 我相信你 不会因为一个女人 而拒绝路民资本的帮助 走 走 走 好了 我饿了 陪我去吃饭吧 走吧 来 林总好 咱们老板跟陆氏结案千金 是多般配啊 等林氏和陆氏资本成为一家人 咱们林氏更上一层楼 小马 小马 嗯 林总看了 重座 重座 啊 啊 不知道啊 你在里面做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申请出来办公啊 林线和那个陆瑶 天天在我面前晃 我看着难受 你们林总 你们林总 不想看见吗 嗯 那你慢慢忙 啊 完事了记得把灯关了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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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都实际搞了 怎么还不满意 林仙你是公报私仇吧 连这种基础的数据都能写错 你去来这工作的 如果没有工作状态 就收拾东西回村 怎么那么凶啊 知道了 我马上赶了 我发了一份实验数据给你 交到测缓案里 知道了 你再怎么欺负我 信不信我明天就回大动作 我说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想写了 你怎么说 我看你那是什么 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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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写的 快点 不行 这个生态浓宴的项目 也是我想做的 就算你不喜欢我 我也要把 把它做完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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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欢迎两位投资代表人的到来 下面有请项目负责人庄小满女士 为大家做项目汇报 两位投资人 你们好 我是庄小满 我们这次生态循环装置 一共分为三大块系统 分别是循环系统 光照系统 还有微冠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装置分别是养殖池 固化分离 收集箱 并且需要矿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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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不可改良 树立大自然环境 保护生态系统 崇尚自然 敬畏生命 最终合理利用生态自然不解 并且不把门装置 并且分开装置 苍如 建立大自然环境 并且很好 大师 对 林先生去哪儿了 我问的话呢 林先生去哪儿了 你别拿餵我 这么重要的时候 她怎么能不在 你快说呀 林总下午的行程是 约见陆小姐以及她的家人 可能是要 谈一下订婚的事 订婚 难道她真的要和别人结婚了 不行 怎么都没问 娄盛那站咖啡厅 来 救护女士 不乱进 拜托 让我进去吧 你不乱进 明天总在忙 林先生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上次不是已经要跟我求婚了吗 你不去跟别人订婚 让她进来吧 好 我是不是来晚了 明封资本 以珠子两个亿 作为新型农业项目的启动金 由庄小板负责这次项目的落地 项目首发落地点在大东村 预祝我们的项目顺利进行 王总还推荐庄小板 作为这次项目的负责人 你可以选择一个同事作为搭档 陪你一起带头完成这个任务 项目顺利进行 预祝我们献过小板 向我顺利 谢谢 谢谢李经理 谢谢 来来来 上你喝你就喝 傻不傻 小板 好好好 谢谢陈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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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干了 怕你给能耐的 谢谢 要是把它磕出问题了 我把你们全开了 还来是吧 咱们新弄市小板好久了啊 来来来 我再给您倒一杯 谢谢你 秘密 我看你是真不想干了 来来 这是我的酒 林先生 各位 今天既是欢迎我们的新同事 同时也是庆祝我们公司 预热很久的新型农业项目 顺利启动 请我们林总再给大家说两句 好 好 我没什么好说的 小辰 后面的项目要多多合作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没什么可说的 我有话说 prominent 雷姓 你就是个不尽人情 冷漠无理的家伙 我真想拔开你的眼睛 看看是不是长在头顶上了 啊 你喝多了 别伤酒缝 就算你再有莫无情 再不尽人情 我爱不起你 她喝多了吗 你要能回答我的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放下来 你 你能回答我 这种装修满什么来头啊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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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啊 放下来 放下来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没有喝多 我去 林宪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还愿意娶我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都几点了 老板怎么还不来 他从来不迟到的呀 各位 从今天开始 林总要长期出差大东村 与庄小满一同落实 公司的新型农业项目 以后的项目会议改为线上 三会 谢德州 这庄小满是何方审政 像他家都挺好奇的 他是林氏集团 未来老板娘 他家都挺好奇的 他手里还不留 他在我身上 你能够到你身上 你那边 他会给你带路 你带路 他那边 你还可以再睡一会儿 这 怎么到中午了 我记得我订到中了呀 上班不就迟到了吗 等一下 你是老板你也不能 今天我们一起回到农村 但是 就是你跟杜阳那边的事情 怎么处理 昨天你当着我爸妈的面 拒绝了和我的婚约 紧接着你们临时的项目 就起来了 其实你从没打算和我订婚吧 没错 我要娶的人是庄小满 对 她要跟我回大东村啦 那 Buddhism 上班啦 好想 evaluation 妈 老板娘 我回来啦 来啦 我不辛苦啦 不辛苦 你小心点啊 对了 正好想满他们今天回来 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吃饭 真的 那太好了 我先去了 多多几个菜啊 好 来来来 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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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好好好 慢点慢 来 小马 丽姐 小马 以前都是二婶 太贪心了 现在才知道 这勤劳致富才是基础 我忙去了 忙去了啊 好 林总 我们有个项目 想找临时合作 您现在方便吗 改天吧 现在 别打扰我中天了 好想唱 好想唱首歌 给你听 睡衣里 和我的旋律 最美的回忆 都和你在一起 我遇见你 我遇见你 我只是心里 我只是心里 我只是想说 不是